如果想要了解關山地區的過去 不妨可以走一趟警察局 一般人可能聽到要去警察局 都會有一點猶豫 不過在關山分局 可是有一個保存完善的柔道館 現在作為實機館 好 各位走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開始來認識這棟建築 各位我們剛剛抬頭上面看到 它都是一個木頭的一個建築 那它這一個牆面 要特別為各位介紹 這牆面它所使用的不是鋼筋選一頭 而是一片一片的木頭相接而長 待會我們要進去這一棟 以前的柔道場 已經被我們整個規劃成這個警示館 那裡面有一些東西非常具有意義 大家可以一一的為各位介紹 OK 好 各位請進 裡頭擺放了從日據時代 到現在的警察局文物 包含老照片 舊的值班台等等 最特別的是手搖警報器 到現在還可以使用 只是現在的用途是給來參觀的民眾 可以了解過去的手搖警報器的樣子 以及使用方法 做什麼用的嗎 警報器 這就很厲害囉 啊 這裡有寫 這是手搖式的警報器 手搖式的警報器 現在這個是展示用 但是在以前來說呢 它不是展示 它是真正有用 因為當時的防空啊 就是所謂的空襲啊 就是用到這個呢 來提醒民眾 這樣咬就會有什麼 試看看 現在可以試嗎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了 好大聲喔 各位呢 在那個年代呢 我們那時候所使用的呢 是這個手搖的 現在呢 是電子鋒鳴器 那電子鋒鳴器呢 是透過呢 全國呢 它有一個這個管制中心 來發出 下次如果 你也想要一覽 關山分局 警察使機館的模樣 不妨親自走一趟關山鎮 裡頭的導覽人員 也就是警察 絕對可以幫你介紹賞戲 但是別忘記 要適時的 給予他們支持跟鼓勵 為他們加油 東南宣布發明政務 黃新平在關山鎮的採訪報導